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访问印度,宣布沙特将与印度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同时认可沙特向印度投资的前景。 联手反恐,沙特王储19日晚抵达印度,20日会晤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随后共同出席记者会。 恐怖主义和极堆主义,是印度和沙特共同的担忧。 穆罕默德告诉媒体记者,沙特准备就反恐与印度合作,包括情报共享和政治领域合作。 莫迪在记者会上再次谴责上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发生的自杀式袭击,称将采取有效行动,以惩治作案者及其支持者。 莫迪说,印度与沙特都认为,有必要对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施加更多压力。 以就加强反恐和打击网络犯罪领域合作达成一致。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14日遭遇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40多名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印度政府只认邻国巴基斯坦关联这起袭击,15日取消巴方的最惠国待遇。 巴基斯坦政府否认关联袭击。 抗议一方无端指责,沙特王储到访印度前。 在巴基斯坦访问两天,一些人原本担忧。 印巴紧张关系,可能给沙特王储访问意度蒙上阴影。 看好投资,除反恐合作。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表达向印度扩大投资的意愿。 他在记者会上说,沙特对印度多个领域颇为看好,如能源、农业和技术。 期待今后两年向印度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 沙特王储说,总理先生,我们愿意与你们合作。 确保这些投资实现。 给两国以实惠。 沙特2016年,至今已向印度投资440亿美元。 沙特与印度20日,签署基础设施、住房和旅游等领域框架协议。 沙特代表团成员,沙特阿美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宁纳塞尔当天说。 这家沙特石油和天然气国有企业是印度为投资首选。 美联社报道,印度大约17%的原油,和大约1%的液化天然气,由沙特提供。 伊朗同样是印度的主要原油供给国之一。 美国要求印度遵守美方对伊朗制裁的截止期限将至。 这一背景下,印度与沙特能源领域的关系,可能变得更加重要。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定于20日晚些时候离开印度。 他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协议。 沙方承诺向巴方投资200亿美元。 新华社专特稿,在朝美和内峰会无果而终后,朝鲜重修火箭发射场,并发表强硬声明。 这些行动到底表明什么? 3月中旬,朝鲜外务省副向崔善机,突然在平壤紧急召开发布会。 对外国媒体和外交官表示,美国在最近特朗普和金正恩的峰会上,丢掉了千载难逢的黄金机会,朝鲜已经提出拆除其主要的宁边核设施。 但特朗普表示,除非朝鲜摧毁其所有核设施,美方拒绝取消制裁。 之后,朝美峰会谈判破裂,朝鲜下一步是否将重新进行火箭、导弹试射和核武器试验,美国方面将作何反应? 朝核问题是否会又一次走向恶化? 崔善机在平壤表示,金正恩将很快就起与美国未来会谈正式宣布立场。 据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他在朝鲜对记者们说,我们无意以任何形势屈服于美国的要求,也不愿意参与此类谈判。 塔斯社报道称,他指责美国采取非邦式的立场。 塔斯社分析认为,这表明朝鲜可能终止美朝对话。 崔善机表示,朝鲜在最近朝美峰会期间的要求是取消五项关键经济制裁,而不是像特朗普在谈判破裂后所说的那样取消全部制裁。 他说,很明显,美国丢掉了一个黄金机会,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会有这种不同的描述,我们从未要求取消全部制裁。 那美国的立场是什么?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等,在上月和内峰会会谈后说,朝鲜要求全面解除制裁。 特朗普当时在记者会上说,他们希望解除全部制裁。 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有时候你必须离开谈判桌,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候。 但美国方面,并没有表示终止谈判。 特朗普在河内峰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尚没有举行第三次峰会的计划。 但他对未来有个良好结果表示乐观。 3月中旬,美国朝鲜问题,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在华盛顿表示, 朝美外交仍然非常活跃,不过他没有说明和内峰会引来美朝是否进行过任何谈判, 也没有提及进一步会谈的任何计划。 BBC驻首尔记者劳尔比克尔认为,外交大门仍然开着。 他认为,这不一定意味着回到特朗普发火的老路上。 朝鲜的策略,可能是希望这将引发美国的反应。 平壤注意到,特朗普曾夸口说,他有能力,让金正恩停止发射导弹和试验核导弹。 特朗普表示,只要朝鲜没有在试试武器,他并不着急。 在和内峰会没有达成协议,对朝经济制裁仍在实施的情况下, 朝鲜可能会试图敦促美国总统回到谈判桌前,达成更好的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崔善基仍然称赞金正恩与特朗普之间的个人关系。 韩联社报道说,崔善基选择美国在朝美首脑会上, 执着重追求政治利益,无意取得成果。 而陪同出席扩大首脑会谈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提出过分要求, 使得会谈氛围,充满敌意和不信任。 比克尔认为,朝鲜也有自己的强硬派, 他们可能会将金正恩长途奔波,赴越南出席峰会之旅视为失败。 所以,朝方声明也有让他们知道朝鲜立场坚定不移的意图, 美国国土防御雷达部署效果图。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日本独卖新闻网站,28日报道称, 为加强对洲际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应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威胁, 美国有意在日本部署大型反导防御雷达。 熟悉美日关系的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将很快通知日本政府, 并就配备新雷达事项与日本开始谈判。 独卖新闻称, 美国政府希望在日本部署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国土防御雷达, HDRH, 这种雷达此前仅计划部署于美国本土、夏威夷和关岛等地。 该型雷达除了可以监视和防御西太平洋沿岸国家发射的弹道导弹, 还可用来监控反卫星武器和空间碎片等。 报道称, 美国计划2023年在夏威夷配备HDR雷达, 并开始运营, 并计划2025年在日本完成配备, 与部署在夏威夷的雷达配合, 共同发挥监视作用。 此外, 美方部署在日本的HDR雷达, 亦即将和滋味队共享情报, 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发射阵地。 目前,美国部署在韩国的萨德系统, 以及日本从美国引进的陆基宙斯顿系统, 均之具有侦测中进程弹道导弹的能力。 一旦每日就在日本部署HDR雷达达成协议, 将显著增加美国侦测中俄战略导弹的能力。 同时也是美国首次将具有侦测洲际导弹能力的反导预警系统部署在海外。 陆基宙斯顿系统进行测试, 并继续日本新闻报道, 日本政府决定赤资一47亿美元, 从私人手中购买位于陆尔岛县种子岛以西12公里处的一座孤岛马毛岛, 共美海军舰在飞机举行演习。 日本防卫省预定在本月下旬, 前往马毛岛进行实地调查。 日本为美国军演购岛, 遭到该岛所属的西枝表示居民反对。 蓝雅各, 经中央军委批准, 有关部门日前印发, 军队文职人员聘用合同管理暂行规定, 军队文职人员管理若干规定实行, 关于调整异地执行任务部队地区津贴发放办法的通知, 关于军人休假探亲制度执行中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调整军队文职人员和职工艰苦边缘地区津贴标准的通知, 关于老干部服务保障机构, 从地方购买服务或雇请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首批六项仅前出台的政策制度。 仅前出台一批政策制度, 是贯彻中央军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会议部署要求。